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绍 桃源市身为工业大臣 也囊刮了许多防疫物资的生产厂商 并且配合中央组成了防疫国家队 市议员苏嘉明表示 肺炎疫情不知何时能控制 甚至还有可能卷土重来 希望市府能整合市内的防疫物资产业链 以防范物资短绝的情形 不要一征收 像刚出的时候警察局都没有口罩 那如果我们有事先的整合 整个桃源的团队 这么大的工厂来整合起来 我想桃源未来 是不是可以弄个开口合约 把桃源市的整合链物资 因为疫情没有人知道 把它整合起来 让桃源的物资 有一个未来桃源优先 议员指出疫情刚爆发时 许多地方都缺少物资 但桃源本身就有呼吸器 口罩防护衣与酒精等工厂 希望市府透过长期合作计划 定期定量采购防疫资源 给卫生单位作为储备 卫生局长 这个你要加强来配合 他在那个防护衣的整备 比中央更早 我们提早要1万而已 我们消防局也提早要2千而已 议员的建议很好 未来因应这种疫情 有可能每年都来的情况 那我们的防疫国家 那么多厂商在桃源 我们要早一点 做这个防疫物资的整备 提早有备量 这个我赞成 市长郑文灿对议员的建议 相当肯定 会请卫生局进行后续步骤 让桃源尽速建立起疫情的防护网 记者在维一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